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终有一天,时间会告诉你真相 无论好与坏,无论你接受与否 有人说,人生最尴尬的事,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说实在的,看到这句话时,心情很是低落 想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套路 但同时,又很理解人,为什么会那么现实 我总是单纯地觉得,人只要足够努力,足够用心 一定能够在某些人的心里留下美好的印象 从而得到这些人对自己的认可和珍惜 但我没有想过,人其实都很现实 许多时候,人更加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 前不久,朋友小A心情也很郁闷 他觉得自己一直活得就像一个傻瓜 他高估了自己在某人心里的位置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别人三言两语,就替代了他 他努力了很久,才觉得在某人心中有位置 别人却只是花了几分钟 说几句话,就替代了他 小A表面上觉得很难接受 但他心里明白 在现实的面前,时间是一把戳窗虚伪的刀 他在某人的身边时间长了 也堪明白了这个人 虽然最后的结果让自己心里有些难受 但至少自己还没有损失很多 这也算是一种幸运 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友情 也没有永恒的怨恨 有的都是永远的相互利用 有的都是永远的利益 不管是谁对谁好 都是单纯的想要对一个人好 总是有自己的目的 有些人的目的会大一点 有些人的目的会简单一点 但都是有自己的目的 在实现这些目的的路上 有些人一直戴着虚伪的面具 竭尽全力地讨好身边的人 有时看起来会很恨某些人 但在某些利益上 他又很快地可以和那个人交朋友 谁都不是傻瓜 谁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会努力 每个人最终也会学会如何 看穿一个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越长大越孤单 越长大 心越不能单纯 因为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 被骗了很多 也看透了很多 最后 不得不好好地保护自己 谁都不是天生的坏人 谁也没有对谁特别好 只要不触犯彼此的利益 大家都能看起来很和谐地相处 但若是有利益触犯 一切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所以 别再傻傻地相信 谁会一直对你有多好 有不要听着别人说信任你 就真的会一直信任你 你要知道 如果你不优秀 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 那么 你的存在 在别人的眼里 是一文不值的 而别人 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 在对自己没有用的人身上 大些世界 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 你或者会找到共鸣的人 或者会遇到很野蛮的人 其实都没有关系 谁真的对你好 谁是虚伪的 时间 从来都不会说谎 也不会对你野蛮真相 时间是一把戳穿虚伪的刀 他验证了谎言 揭露了现实 淡化了承诺 终有一天 你会看到一个真正的结果 无论你 愿不愿意接受 好的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节目 有所收获和启发 我是主播 有梦香香 每晚九点和你说 晚安 好吗 还好吗 预方